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弟子又求了韦朝菩萨 感恩韦朝菩萨又帮我打通师父的电话了 哎呦 你这厉害 你这个老求菩萨把你打通电话 怪不得第一个电话被你弄掉了 师父 弟子呢 最近一直想打通师父的头头电话 因为打师父的电话呢 刻别的难打 像正彩票一样难 晚上呢 弟子就梦到了韦朝菩萨 韦朝菩萨告诉弟子说 我会帮你打通卢红师父的电话 解决弟子你的快乐 修行之路很艰辛 魔障自己快难重重 弟子要先进信心 作为快难打垮 嗯 看见吧 韦朝菩萨给你缘分很深哦 真的缘分很深 对啊 嗯 太好了 嗯 就是昨天打通电话之后呢 韦朝菩萨还跟你讲话 你看见吗 嗯 是的 是的 嗯 昨天弟子打通电话之后呢 我昨天晚上梦到了观地菩萨告诉弟子 嗯 观地菩萨说 嗯 今天你已受你师父加持 力气会越来越好 事业困境很快会有转机 事业走出困境之后 不要贪恋钱财 要拿出来多多不失 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嗯 我希望你们夫妻双修 在人间红法度中 广度有缘 多给子孙后代留福德 嗯 太好了 看看妈 观地菩萨 我不是昨天跟你说吗 观地菩萨也来了吗 你看看观地菩萨都对你也多好啊 对不对啊 嗯 嗯 嗯 他知道啊 师父给你打通电话嘛 一定加持的呀 感恩观地菩萨了 感恩观地菩萨了 感恩观地菩萨 感恩师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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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昨天就是师父给我们加持之后啊 嗯 我的先生啊 他昨天啊 心情好了很多 也知道 嗯 事业如何走了 嗯 心情还好 特别的感恩师父 嗯 嗯 知道就好了 所以 所以师父就等于是帮着帮着菩萨啊 帮着佛啊 在人间呢 就是在帮助你们呢 对不对啊 嗯 嗯 对啊 对 嗯 师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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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哎呀 有很多 很多人不珍惜就失去了师父了 失去师父你再要找你再去找找看了 真的 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知道啊 有时候缘分来了一定要抓住的 否则缘分走掉就没有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嗯 师父你一定要好好地保住身体 我们都很爱你 是啊 嗯 天天 天 经常啊 经常有时候被 被一些不好好争气的孩子 孩子们还要生气啊 心脏也不舒服啊 对不对啊 嗯 对 我们都很坚重一点 嗯 有些人真的 有些人真的 基督心太重了 整天还要讲师父 师父有时候真的无语了 嗯 我有什么办法啊 对不对啊 嗯 并不知道 没办法 但你们 大家孩子知道 知道你们的父亲 是怎么教育你们的 是怎么帮助爱护你们的 你们都有感受 那些基督的人 他他没有资格来评定师父 我可以告诉你 嗯 嗯 是的 师父 是的 师父 深深地知道 师父对弟子的爱 嗯 师父啊 弟子 今天反馈一下 就是 嗯 昨天啊 你给弟子看的图层 真的是太短了 嗯 师父叫我不要跟别人合伙 叫我好好地经营 我的企业确实是和别人合伙 以前是做一个企业 那时非常好 确实受人蛊惑 又筹刹了一个第一个项目 现在那个周端资金遇到困难 看见吗 现在太明白 看见吗 跟你说的 人不能贪呢 一个有了嘛 很好就好了 非要贪 哎呦 扩大扩大 扩大后来没 就资金就周转不过来 而且你跟人家 人家就是看到你有钱赚了 人家才来 才来跟你合作的呀 对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嗯 这个真的错了 贪啊 贪会穷的 越贪越贫啊 明白了吗 对 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个 弟子学佛以前 不懂的不失 嗯 有钱的时候 穿好的 有名牌就买 有好吃的就去吃 有好玩的就去玩 没学佛之前 每年都去其他国家有玩 嗯 现在自己的企业 都经营不下去了 欠了一位行 欠了个人很多的钱 天天的发愁 学佛了 才明白 自己企业 现在这个烂样 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 是的 自己损了大量的福报 平时有钱的时候 不懂去布施 不去行善机责 自己的贪心 想做大 企业大了 还要做大 继续从前 师父叫我们不要贪 都是自己的贪心 害了自己 贪心真的像毒蛇一样 师父 知道就好了 要不是师父叫你啊 你再贪好了 贪到后来 我告诉你很多人的企业 怎么会最后 全部倒闭的 贪过头了 路不复出了 没有了 嗯 明白了吗 对啊对啊 明白了 嗯 现在就是这个身边 很多的就是 朋友啊 也出现这个样 就有钱 他们吃喝嫖赌 大量的损耗自己的福报 不得 对啊 你说说就是热烈来了之后 马上就 什么都没有了 对啊 很多时候 来的快 去的也快嘛 对不对啊 对对 嗯 嗯 弟子非常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嗯 弟子现在教出了佛法 有了师父 有了菩萨 现在弟子什么都不怕 嗯 不要贪就不怕 明白了吗 嗯 人活在贪心当中 欲望当中 你就会越陷越生 会拔不出来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师父就是 普通说我和先生 确实是傻傻的 师父说的太对了 嗯 为了企业转转 我们把自己的钱也放进去了 嗯 卖了两套房子 让弟弟朋友 借了一百天 都放进去了 现在找到自己 太多的朋友了 哎 为什么不打自己的意思 让我打通您的电话 我让我老公 听了你的通诊录音之后 全部都明白了 知道没有 你的指定 就是到位 给我的职业 指定了方向 我的宾间也打开了 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现在知道吗 你的这种房子 赔进去都是 一半是给人家赚去的 你听得懂吗 啊 我听得懂 啊 你要知道了 很多人在算计算计 所以不要贪哪 不要去跟人家合作 自己先维持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个本 本 我们说学伯人讲 自己的本源很重要 对不对啊 嗯 对 好了 嗯 弟子如果没有遇到你 师父 弟子这辈子 还在浴海里出不来 还在为人家的钱财所迷惑 算了再多 所有知足 你还不知道啊 师父有些 昨天看到有些话 还没跟你讲呢 真的人家老在你面前 讲下流话 人家还想把你在这方面拖下水呢 老在你面前讲下流笑话 看看你的反应 所以你这个这个做女人呢 人家讲这东西 你要唾弃 要觉得非常恶心 他就不敢再跟你进一步了 听得懂了 这叫徒始问路 明白了吗 嗯嗯 对对 弟子知道 弟子一定好好的 做好自己 嗯 弟子一定要顶记 昨天师父对我说的 企业好了 多多不失 嗯 我忏悔 我企业好的时候 没有做过善事 好了 也没有帮助过别人 好了 连两座房子都赔进去了 现在知道了吧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到处了 企业现在经营困难 对 师父我错了 嗯 师父我错了 有钱的时候 我从来不想到布施的 一个人有钱的时候 越有钱 越要布施 那你才会源源不断的 你过去看见打井不啦 嗯 打井的水 你先要把这个机器抽到里边 先要放水 你才能把井水抽出来啊 对不对啊 嗯 你没有水 你怎么干的怎么抽得上来啊 嗯 嗯 好了 是的 师父我一定要听你的话 不要贪在人间多不失 多去帮助别人 感恩师父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嗯 您要保重好身体 啊 保重好身体 我们爱你 啊 再见 再见 嗯 嗯 嗯 那平时就得 就要对师父的话要好好的放在心上 不要就是出了事了再 在听 当然不如平时就好了 对不对啊 你要爱师父的话 你就好好听师父的话 你平时 我这在口口婆心的 每天在白话佛法里面讲啊 讲啊 在节目里讲啊 你们都要好好听的 你不听的话 最后吃苦的还是你们自己啊 对不对啊 我曾经在摸本啊 在摸本那个那个那个 有一个女女女士 她就是买房子呀 人家当时只有五十几万啊 五十四万啊 五十四万 她她后来开人家价啊 就是比较低人家不卖不卖 啊 后来她她就是师父一句话 师父说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永远不是你的 她就跟那个卖房的A定说 我就这个价了 你要再低 再高一分我也不干了 再高一点点我也不干了 她心中想的是我的就是我的 啊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呢 好像我记得她当时跟我说 她后来便宜了三万块奥币 现在还不还了的啊 现在买下来 现在 现在不知道赚了几十万呢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 人不要在小的地方搞来搞去 喂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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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护法神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想打就打进来了 哈哈哈 很难打 哈哈哈 很难打了 对你来讲 很好打 哈哈哈 不会啊 太短 啊 可以 我问这问题啊 我问这问题啊 三个 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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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我的录音哦 太短 听不到 听不到录音后来我问他们的 你的录音听不到 是因为它自然 就是那个地方没录出 噪音大的 不得了把你卡掉的 噪音很大 所以你现在要讲话要快 要结束 哦 好 讲好了是吧 谢谢 下次再打 拜拜 哈哈哈 我以为我以赛大附近 所以常不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我还是打台阪音 就说 感觉到比大小的一周 比你先生的小的 小的一周 哈哈哈 赶快讲了 哎 哎 大家不客气 那个 這個同學在訪問,我到底問你是誰嗎,台版? 這個也是半個問題,台版所以找幫DG好用 一筆字式為禮符,他使用了五百代小王子,他確認了兩年才能問他,可以嗎? 你說什麼? 這個一筆字式為禮符的,他在鼓光有禮符,他使用了五百代小王子 他確認,要兩年數被禮符五百代 啊,太長了 太長了 太長了,他子宮的肉流的話,如果有靈性的話,人家要小房子要的很急的 兩年的話太長了,明白嗎? 對啊,多久,一人還是半人 按照這一千五張小房子算吧 一百五張啊 五張嘛 五張嘛就是五十天嘛 十天嘛就是五十張 對不對啊 一百天嘛就是五百張 一百天嘛就是五百張 一百天嘛也就是三個月嘛 三個月不來了,太長了 念不來,念不來嘛 三個月嘛四個月了 哦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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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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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硬 你敢硬 你就不怕硬果啊 因为 哎 台湾 高级来我家你 今天就只有他带你准过来 保守台湾才不能收你 这天守候你 你知道吗 哦 可以的 没关系 人家带一点水果啊 那就无所谓 带礼品的话不是很珍贵的 你收了也没关系的 嗯 没关系的 因为过年啊 逢年过节啊 人家送点礼品给你也没什么不好 对不对啊 你们就是走的时候嘛 包一些礼品啊 水果给人家带走 明白了吗 你不要这么小气啊 像你这种这么小气的人 当然不能收人家了 你如果大气的话就可以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现在是要带小房子来比较好啊 啊 对啊 对啊 啊 你跟他说 礼货礼品没有不要带来 带点小房子过来 到我家来烧烧 哈哈哈哈 台湾 你同学说这样 啊 小房子没有认识的 不能像物能放太多吗 有这种所谓吗 鸿布包好没关系 鸿布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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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 不能放太多了 我讲 你如果愿意用的食物就要不过拿你找啊 对啊 可以的 鸿布包好 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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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换新手环 应该没问题啦 小台 放哪里啊 放家里 放家里 好啦 你这么多问题啦 三个早就过了吧 哎 这些认识的 同学的 还有 这些认识的 同学的 台湾 师父 鸿银 鸿布鸿银 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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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 鸿银银 鸿银银银银 鸿银银银银银银银� 十度更加法座,更加法座的说法,您可以去养的玉王大帝。 台湾,这个玉王大帝是不是玉世天呢? 对啊,他是管33天的嘛,都管的,玉界天啊,他都管的。 玉界天有33天啊,玉王大帝实际上他也是菩萨,他是从天上下来,来认职的。 对啊,所以他连人间他都管的,他慌恩浩荡啊,明白了吗? 所以是哪个王位,哪个陈律律下还是恩佛道的? 玉王大帝他是一个职位啊,他是一个职位。 过去,过去好像是佛陀,佛陀好像是,是佛陀还是观世音菩萨也做过,好像是观世音菩萨也做过玉王大帝的。 你们去查,查得到的。 第四学们,第四学也是玉王大帝吗? 对啊,都是玉王大帝管的,好吗? 他不是同一个人,一个神吗? 他玉王大帝他是一个职位,就像我们说的啊,总统啊,一样的。明白吗? 明白,如果第四学是玉王大帝一同一个人吗?网站有什么学习?是同一个人有什么学习?不是。 教法,教法,教法应该是差不多的。 第四天,他跟玉王大帝的教法是差不多的。 是同一个人? 不是,是同一个职位,比方说,比方说教授啦,你比方说这是在人家研究院里面叫研究员啦,就是,其实在研究院里面的研究员,他就是教授,听不懂啊? 明白了,是不同一个人的啊,职位一样,明白。 我一句话都听不懂,你慢慢讲啊,前面是什么? 苏底啦,苏底啦,苏底啦,什么苏底啦? 什么叫苏底? 啊,初九,我的妈呀,初九。 哎呦,那一天天公断对我们合作来做,双斌双斥,一道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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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九,初九是不是明天啦? 明天? 明天嘛,人家说是那个,是那个太岁菩萨的生日啊。 太岁菩萨的这个日子,太岁菩萨我们要祭奠,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我真的希望你普通话好好学,否则你打听电话,师父有压力了。 我现在听你话,我真的听得很累。 我是对你人很好,师父也有自卑心。 但是你说,你说我们的听众,他们没有我那么大的耐力。 人家听得会烦的,你知道吗? 裁産背後有胡鴨要加持加持馬上就又有了裁産 裁産背後就是有胡鴨要加持一下就不會又有了 所以在一些網友可不可以以胡鴨大礦一般日相比 能不能和日大日小比呢,就可以 听不懂诶,我真的听不懂诶 没有,初九都可以,能不能和日大日小比 初九是吧,初九嘛就 你可以多供那个太岁菩萨啦 跟太岁菩萨多讲讲话啦 请犯太岁的人们初九多供供太岁菩萨 你看我们心灵法门有太岁菩萨供的 很多地方都没有 所以很多法门的人家就到心灵法门来供太岁菩萨呀 对不对呀,多好 感觉到小讲还是要去的啊,小讲 听不懂诶,你讲了,你这个声音真的太厉害 听也听不清楚 再加上你的鼻子不停的呼啊呼啊,真的要了命了 你这个,你这样吧,你这个以后找另外 我请愿你以后找同学到你家里来打的 让他们打通吧,你拨通之后让他们讲吧 你讲话真的太累 我讲话真的太累了,我讲话真的太累了 在当天我们可能愿意教训你什么 书底,书底,书底的正确 从道理上来讲啊,你要是逢节日啊,菩萨的节日啊,总归可以多一点的,明白吗? 好吧 可以烧大香吗,师弟 你要是给太罪菩萨这里烧大香也是可以的 哦,你等我教训你提善啊 你要烧都可以 因为有些事情,你现在提出来了 师父,只要你是善的,我只能说这么说 但是就是有些事情,师父没有教导的 你硬要问我,你说,你不是为难我吗,我怎么讲呢? 哦,为难为难 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 我们家里来了三个客人,对不对啊 你爸爸就给一个客人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礼物 还有两个没给 你就说,爸爸那两个人也应该给的呀 哦 对不对啊 哦,不得了,不得了 你有时候,你爸爸肯定说的,那应该应该的 那是啊,那肯定应该的 呵呵,对不对啊 哦 书底,他等书底是谁在海底汉,不会得罪心上下来的 不会,不会,不会 哦,不会吧 嗯,好吗 嗯,好了 哦,还有,还有,还有 我讲话真的让师父觉得有点压力了 我听不懂哎,讲得太,太暴躁 哦,声音稍微轻一点 你讲话稍微轻一点 嗯 哦 是的,也 知识 先去收光看银花也是可以看到想要看的东西效果是异样的吗 知识 地主小混实识 同竹童靠後 從蓮花看哪個比較快 這個位主導講 看竹童 如果同竹童看蓮花比較快 還會不會被看蓮花 聽不懂欸 還是聽不懂 看蓮花怎麼樣啊 蓮花可以看到你小看要看這個東西 還會直接從竹童看比較快哪一個發展 看哪一個比較快 看竹童看 還是同竹童看比較快 不一樣的 不一樣 看竹童看蓮花會看蓮花的 蓮花可以看到其他東西 還會不會快一點都要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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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 嗯 嗯 嗯 一生日地主人可不可以看蓮花 人才幾代竹童 不方面 者以為他會失助 不需要一看 好啦好啦 師父有點 師父 師父今天 我覺得你應該到此為止了 好吧 我還有幾句 幫我探聽 探聽 因為 因為你記住啊 你問的這些都是 對大眾沒有幫助的 而且你講話又不清楚 你這樣的話 人家大家都會在背後要講你的 一講你的話 你到時候自己又頭痛了 業障來了 你不能讓大家 你不能讓大家都對你就有意見的 上千萬的人 如果幾百萬人 一百萬人如果在聽廣播的話 他們聽的都會恨你的話 你就倒霉了 你不能這樣執著的 我已經跟你講了 你要麼就好好把你的普通話練好 慢慢講 你講不清楚的話 你就不要再問了 明白了嗎 還有 才有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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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三集 你得下次再問 好吧 下次吧 好吧 好 所以他們 才有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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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記住了 你要記住了 幫助別人 你要有方法 幫助別人 你要有能量 能力 如果你沒有能力 你幫不了別人 你今天的普通話 就是你的能力 你普通話講得不好 你怎麼幫助別人呢 要用心好好地練一練 好不好啊 因為他太重了 才長 就是啊 還是也長 好吧 生事不好 生事不行 感恩 才長 好 再見 再見 嗯 所以一個人 學佛也好 做人也好 你沒有能力 你連講話 你都幫不了別人 對不對 你很想講話 但是你講出來的 都是 都是這個這個 這個當地的 那個那個那個 家鄉話 別人如果聽不懂 你怎麼度人呢 這樣的話也是問題 所以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能夠 幫助到別人 他必須擁有 很多的能量 而這些能量 可能就是你的技能 對不對啊 是你的本事 啊 你看曾經有一個 這個這個 少林寺的那個 電影明星 他就是搞了一個 基金會 他就是因為他的名聲 所以他就搞了一個 基金會 啊 所以他這個基金會 他也是靠能量 因為這個能量就是 他過去拍電影啊 做明星啊 這個能量 所以每一個人 學佛啊 都要有自己的能量 集的啊 你今天能夠讓 別人對你在某一方面 啊 產生好感 或者興趣 或者覺得你很好的人 那麼 然後呢 那接下來 你就能夠 啊 處理好啊 這些事情啊 那你就能夠把自己的 幫助別人的 弘法呀 杜仲啊 就能夠 落實到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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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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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師傅 請問師傅 請問師傅 師傅 師傅 在2月18日節目中 有開示到 每天喝牛奶 小孩子會容易發脾氣 那就是現在很多小孩子 大多都是喝牛奶長大的 想請問師傅 就是如何向菩薩祈求孩子 脾氣不要變壞 其實這個不是完全性的 它只是 它只是一種個案 比如說 爸爸媽媽脾氣很不好 你說孩子脾氣會好嗎 不喝牛奶也不好 對不對 那麼牛 有沒有溫順的牛 和脾氣暴躁的牛啊 有 所以這個都不能絕對來講的 只能相對而言 明白了嗎 好的 明白了 所以不要去執著這些問題 好的 感恩師傅 師傅還有就是孕婦十點以後 可以念自修經文大悲咒嗎 可以 大悲咒都可以 好的 師傅還有就是晚上睡覺前 或上晚相識 師傅可以念108點 七佛魅罪尊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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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好的 好 感恩師傅 有一位師兄 他悶到 他坐著他老公的車 然後拐進了他家的門口的小路 然後停在門口到車時 那個車把他大門撞開了 然後他跟他先生說他的花包在車上 就是他老公出來把車翻倒倒在地 然後草地上很多小蟲 飛在他的臉上和脖子上 然後他跳啊叫著就醒了 哎喲 他要出車禍 而且滿臉蟲都是血啊 哎呀 要出大事了 趕快了 那怎麼 那時候他就是抓緊自己的小房子 趕快要念 消災吉祥神咒啊 趕快要 看看他是不是三六九節啊 好的 行 那我老公 要出事了 這個要出事了 臉上爬的全部 全部都是小蟲子 實際上 在夢中的小蟲子 實際上就是血都 從滿臉流出來了 嗯 哦 出大事了 嗯 好的好的 那事實上這種他一般心 念個許願多少小房子比較合適 看啦 一般的我曾經講過 他的年齡就是他小房子的一倍 或者兩倍都可以 嗯 好的好的 行 嗯 那那個放生呢 放生雨的話 是不是像師父可以放了 許願個一千兩百條過關 可能那種放生素 都可以 好的 行 好 感恩師父 還有 師父想問一下 就說是 如果請師兄幫忙看圖 像師父問圖騰的時候 如果當時問的師兄腦子裡 如果是他就是 沒有準備好了 他又比較亂 腦子裡比較亂 也沒有想到那位同修的臉 是不是師父 接受到的氣場會有所差異 沒聽懂 再講一遍 嗯 就是說 比方說 偉托師兄問圖騰 因為那位師兄問的時候 他當時沒有準備好 然後腦子很亂 連身體都沒有搞清楚 是不是師父接受到的氣場會有所不一樣 接得到 照樣接得到 他只要把他的名字從他嘴巴裡爆出來 就能從他接他的 我舉個簡單的問題好不好 你一聽不就懂了 你家裡沒電話的話 你用公用電話 公用電話能打通不了 啊 這可以 可以 你也用公用電話用不著 直接跟他 人家幫你打電話的話 公用電話不是照樣幫你接通啊 是他的 啊 對 好那知道了 但是師父 還有 師父就是說 如果香水話 貼在廁所門上 然後搬家和 貼在廁所門上的香水話 跟其他的混在一起了 那廁所香水話 可以貼到其他地方去嗎 香水話 他只要能夠辟邪啊 是 吉祥奴役啊 都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師父 因為他本來是貼在廁所 然後他搬家和 貼到客廳了 這沒關係 沒關係 這沒關係 好的好的 謝謝師父 還有師父就是如果說 佳能犯太歲 然後照香水 是不是可以幫佳能 向太歲菩薩祈求 就像師父說過 就說 請太歲菩薩祈悲 順免摩摩所犯的錯 希望太歲菩薩保佑摩摩 這個人可以嗎 就代求 可以的 可以的 代求總不如自求好 好的 行行 感謝師父 還有什麼問題 嗯 還因為就是師父 有師兄 不好意思 我梦比較多 有一位師兄的孩子 夢到去另外一位師兄家裡 然後看到師兄家門 門上有一條蛇 攻擊他 然後就是那個師兄出來了 說蛇是他家養的 噢一個蛇是吧 對對對 不好 這個師兄家裡有靈性啊 嗯 家裡有靈性 噢好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有蛇的家 家裡面有靈性 對呀對呀 就是他家 噢那是不是一般 心想念多少小房子 一般的他家裡至少49張啊 49張 好的 只是被他看見 噢好的 那個小孩子沒關係 噢 好的 應該師父還有問題 等一下 師父等一下 有個師兄問一下 師父你好 我想問一下 嗯 就是我下個月要生產了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方面的啊 比如念經啊之類的 生產了嗎 多念大悲咒呀 大悲咒 那可以念一張自修經文的 可以啊 嗯都可以的 那消災 要多求觀心 菩薩大慈大悲 嗯 嗯 好啊 嗯 好 然後消災呢 消災自修經文要嗎 消災應該也要 最好我們能夠 最好我們能夠念一點心經啊 白天念心經呢 都可以 心經就是自修經文是吧 白天念白天念 白天念是吧 嗯 然後大悲咒自修經文是吧 對啊對啊 哦 好的 好的 那晚上十點之後就是 只能念大悲咒 其他都不能念了 對吧 十點相應付最好 十點鐘之後不要念了 吉他 嗯 大悲咒呢 大悲咒可以啊 大悲咒 其他都不可以了 對 好的好的 感恩師傅 謝謝師傅的慈悲開示 師傅您稍等一下啊 哎呦師傅對不起 啊師傅我在去年曾經就是夢到過一次 就夢中下真的你給我先生說要看病 嗯 當時你還跟我說你說你親自給我先生看病 然後我叫你給我一個聯繫方式 你說沒關係 那個這個地方就只有我們心靈法門的 你過來就看到我了 然後但是十個大概半年左右嘛 我先生就等了他一直做婚菜碗的 後來就換到蔬菜碗去做了 所以說師傅給加持了哈 對啊 哦 感謝師傅 嗯 然後師傅他也是就是也是我們同修 他就是一直念心靈法門的經文 從一三年念到現在了 可是他從來沒有夢到過師傅 師傅你師傅你給他加持一下呀 因為現在身體深重 哈哈哈哈 他實際上就是業障 他過去因為做婚徒的有點業障 叫他趕緊念念往生奏呀 嗯 嗯 每天念多少比較合適 至少四十九遍以上啊 嗯 好的 那我可以幫他念一些正修經文往生奏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的 一個星期到個兩天左右是嗎 對啊 對啊 好的師傅你給他加持一下 他也念了好幾年經了 一直很專一的 嗯 他從來沒夢到過你 嗯 感覺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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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師傅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童修他說他夢到一個老房子 目前已經不存在了 有兩個男的在那裡吵架 然後他很害怕 然後他就念著翻聲音 他生號就醒來了 這很簡單了 這很簡單 嗯 這就是因為 你要記住 房子雖然老或者沒人住了 已經破掉了 嗯 但是這兩個鬼還在地 他們這塊地下面呀 哦 他們就是生活在地下面的呀 嗯 嗯 那他要念他自己的藥精準 對嗎 一定 嗯 那那多少種比較合適 師傅 隨便啦 這個隨緣嘛 嗯 好的行行 感恩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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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保重身體 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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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喂 到計時開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喂 沒辦法 但是關掉一個呢 他他因為要排隊的啦 他得重新排隊 所以他在進來要等十幾秒了 所以 所以沒辦法 所以希望大家打進電話來 人真的要珍惜啊 對不對 不要以為打不進啊 打進來了 你看又不珍惜 所以師傅在這裡經常跟大家講的 心靈 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機器 心靈這個機器如果不轉 轉壞掉了 那麼你整個大腦啊 視知啊 啊 你的靈魂啊 他全會出問題的 所以你去看很多精神上有問題的人 他一定跟身體上也有關係 但是身體不好會影響精神 精神不好也會影響身體 那麼 真正的源頭在哪裡呢 源頭們很簡單 源頭們就是自己的心靈啊 出問題的呀 心靈的嫉妒啊 嗔恨啊 貪心啊 都會造成自己的魔障 都會讓自己陷入一個困境 讓自己不能解脫 所以 學佛人 首先要學會 如如不動 喂 你好 喂 師傅好 啊 你好小弟 嗯 喂 師傅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 你講吧 嗯 嗯 師傅您 啊 聽不清楚了 嗯 聽不清楚了 我換一下位置 可能線好不好 師傅 嗯 是吧 啊 嘗嘗看吧 那麼就吧 主要是 線路不大好 可能 嗯 線路不好 師傅你聽得清楚了嗎 這回啊 現在好了 現在好 啊啊啊 看師傅 感關心不了 師傅 嗯 空秀的女兒14歲了 昨天 嗯 去檢查那個乳房 完了就是 是同胀 完了檢查大夫說 有總 里邊有總物的 他片子出來的時候 是大約是 五十九毫米 這樣事兒的 師傅像他這種 情況的話 碰大法寶 他這樣是不是 可以就是 先不用動手術呢 師傅 十四歲啊 對的 這個通修的女兒 也開始 就是 很早就開始念經 她現在痛不了 她現在痛不了 痛不痛啊 你要問她 痛不痛 她以前 還有啊 對 吃了太多營養品 也會這樣的 啊 是的 她以前開始痛得 不是很嚴重 但是就最近這幾天 開始痛得比較嚴重了 不是啊 你去問她 嗯 有沒有吃營養品 嗯 十四歲的女孩子 像這種啊 乳腺增生啊 像如果 乳房不好啊 跟這個東西 藥品很有關係的 啊 這樣啊 啊 乳房臟痛的話 一定 吃了過多的營養品 有些 營養品裡邊 有基礎的 不能亂吃的 是給中年人吃的 年紀大的 氣血不合 身體長期的 虧損 啊 營養不良 給這些人吃的呀 啊 所以有些年輕人 吃了很多的一些 營養品之後 真的會出現這種情況啊 似乎碰到很多啊 過去問她們 她們都說是的 你去問她啊 十四歲的小女孩 怎麼 這麼小啊 發育也沒 沒那麼快啊 嗯 是的 是的 她媽媽是咱們的 師兄 師傅像她這樣 我的小房子 先來取多少呢 是吧 小房子至少七十八張啊 小房子七十八張 方生呢 大約師傅 像這種 因為我沒看圖騰 我只是可能 我認為她可能是 如果靈性的話 那至少七十八張啊 嗯 這麼小 你說生這種病的話 肯定是上輩子的冤解 除非她吃了很多的營養品 明白了嗎 嗯 好了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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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我讓她聽錄音吧 感謝師傅 師傅 您辛苦了 好 下一個問題 嗯 嗯 師傅 就是 嗯 嗯 白話佛法里有一句話就是 嗯 嗯 趨於 趨於忘處 加強分別執著就是業障 如何能理解這句話呢 師傅 我請師傅開示一下 趨於什麼 趨 趨 趨忘處 啊 趨忘處啊 趨忘處 你不知著心 你不是加強業障啊 啊 啊 比方說 你說你在人間是不是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無常的啊 啊 啊 是的 許個簡單的意思 家裡 啊 有人 比方說你爸爸罵你一句 罵完就算了嘛 虛妄處的嘛 明天就沒了嘛 這個罵你是不是虛妄處啊 為你好啊 罵完就結束了嘛 那你加深了分別心 啊 因為他不是我爸爸 他不是我親爸 然後你在他執著心 他憑什麼罵我啊 我沒錯啊 你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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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增加他的業障啊 好了 對的 對的 嗯好感恩師父 嗯嗯 嗯 師父就是最近就是說我們就是說 那個犯太歲菩薩就說一次性燒 二十七張小房子 有個師兄想問 可能就是最近念的小房子可能就是比較多 一次性燒不了二十七張 可不可以分開生呢 師父 七張七張生最好啊 三張七張 啊就 都好 啊就是針對就是翻太歲菩薩的二十七張也可以就是分開生是不是師父 那當然那當然那是 嗯嗯 好感恩師父 下一問題 嗯師父就是我們嗯就是在求某一件事情的時候可能會針對就是用自己的功德而去求 使用的時候會特別零 而就是會贏不贏也會影響我們天上的蓮花呢師父 就是工德越求越少的話 那當然了 你當然了 你工德越少了那麼蓮花站不住了呀 嗯 你比如說你在 你比如說你在城裡讀書 你平時的錢都是靠 你平時的錢都是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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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在 那你在那裡怎麼活啊 嗯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好 師父是不是我們學佛可以這麼理解 其實拜佛不要太多的去求佛 因為當你求的越多你的功德不夠你的願力不夠你的福德不夠 那麼返回社來的就是業障造成你學佛的障礙 這麼這樣可以是這樣可以這樣理解嗎師父 可以啊 一樣啊啊啊啊啊是嗯好感恩師父下一問題 有的師兄念了很多的自存的就是今晚比如說大悲照 新經跟那個七佛網上照 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不可以把自修的經文點在小房子上呢師父 那你如果自修經文點在小房子上 對不起 那你點在小房子上你這張自修經文最後要碎掉了 我講是 聽不懂啊 您正義把自修經文的經文權拿到小房子上了 那你這張大的沒用必須碎掉 他碎掉的話也是跟正常最小房子一樣的碎嗎師父 對呀對呀對呀 嗯嗯嗯好感恩師父下一問題師父 嗯同修在社會台的時候跟普特許願不差聲 後來才想起來因為他們是農民 他們可能會去灑農藥啊因為是種地嘛這樣的事 因為像他們這種情況下 啊該如何去跟普特去說跟懺悔呢 跟普特就好好講啊 就跟普特講啊 凡人漏胎啊 生活所必啊 我今天發現啊不殺生 請關心不在慈悲上我不要啊殺生 我如果我如果犯戒了請關心不在原諒 因為是農因為我是要工作 對他們是農民 但是 他們是不是一邊一邊的情況下可以念一些網上中了師父 可以的但是他長長期這麼發就沒用了 嗯嗯嗯好到處讓他聽錄音 好感恩師父下一問題 師父您在看圖堂的時候說一個女同修 絕會破壞陰陽請師父您再開示一下感恩師父 是會破壞陰陽 不是倔 你說那個你那個同修倔的話他會破壞陰陽 對他嗯就是很不好這樣 啊破壞陰陽是吧嗯 陰陽對 你說你說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覺得呢 你是不是像男人了 嗯是的是的師父 好啦是不是破壞他的陰陽環境 一個女人平時文字病病的吵起家來 那個眼睛瞪著來像個鬼一樣 手上還那個樣子 那個吵起家那副腔掉 嘴巴要弄到人家臉上了 自己的眼睛要碰到鏡片了 你說多難看了 是是是 是不是他如果這麼覺得的話 對他在工作呀修行方面都會對他有影響 相排斥的這種呀 不是說 相生相克 他是神 相克呀 不是相生呀 明白嗎 嗯嗯嗯 明白了明白了 好看來師父下一個問題 啊我們都知道大日子的時候 把弟子證放在佛台上都會得到菩薩加持 弟子想問的是 師父我們放弟子證的時候 對弟子證是要 啊 豎著放呢 還是平著放比較好呢 師父 有什麼在宣學上 就是有什麼 嗯那個不一樣嗎 師父 弟子證是吧 嗯 對啊 對放在佛台上 還要豎著放好 還是平著放比較好 嗯 嗯 弟子證啊 平著放比較好一點嗎 啊 平著放 嗯好好好 嗯嗯 感恩師父啊 我們都知道就是大杯肉掛在房間裡邊比較好 啊 比如說是一個師兄 自己是也清修的師兄 他把大杯肉放在 掛在一個房間裡邊的大約什麼位置比較好呢 師父 放在啊 一隻什麼東西啊 鮮花啊 大杯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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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邊上都沒有人家吃飯 你這個大杯咒 如果都是吃昏的就不要放 吃素的才能放 啊 啊 對這個師兄是掛在自己的就是 呃 最房裡邊他是清修的這樣事的話 他問有沒有什麼 就比如說 啊 嗯 掛在哪個位置比較好一些 因為不知道 嗯 可以啊 就這樣啊 嗯 啊 好好好好好 啊 最後 你說掛在哪個位置好師父啦 啊 啊 對的對的師父啊 不要直接掛在頭上呀 掛在不要掛在頭上 啊 嗯 嗯嗯嗯嗯好啊 師父 嗯 最後一個問題吧 師父啊 啊就是一個同修 嗯 他在去給他父親買藥 買藥的時候呢 完了 他聽見了那個說那個師父要來了 要來了 完了他就是開著車 完了去過了一個道 過了一道個時候他就扛著那個車 你在洗手他身很髒嘛 师父开上那个宝马车就过来了 过来的时候他就是下车了 完了师父身边的护法也下车了 完了师父在那吃东西 完了他给师父倒了一杯水 完了师父说我不喝 完了师父就把头转了去了 师父是不是他最近 是不是有哪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呢 师父 从道理上应该是的 因为我如果在梦中不愿意理他 他一定身上至少不干净 或者有吹牛撒谎的这种痕迹 是这样 那他应该对这件事情也要去忏悔 师父 对呀 绝对应该忏悔 好 今天没有问题了 师父你要保证心理 好 再见 感谢师父感谢关系音谱的 师父再见 再见 有点累 稍微有点累 嗯 那天爬起来太早了 嗯 跟自己的啊 这个思维做斗争 啊 这种在虚空世界当中认识到 啊 它是一个空性 啊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把世界上很多事情挂在心中 要无挂碍 一个人有挂碍了 就会出麻烦 嗯 今天我也不敢安掉 因为 这个一安掉要重新排队 那麻烦 下一个 下一个 因为他这个电话就是这个这个类型的 没办法 新年 新年到喜阳阳 我们出来晒太阳 你念经 我念经 大家一起来念经 喂 喂 师傅您好 你好 第一次给师傅请安 谢谢 啊 请师傅慈悲 解个梦 昨天晚上我梦见一位女师兄 呃 他说他已经身体疼了三天 嗯 然后我说 那去一国 我认识的一家 然后他这时候拿出来 这个 国际保险卡 医疗保险卡 然后另外一位女师兄说 他也想去这个家医院 然后他就是身上没有这个医疗保险卡 嗯 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个嘛就很简单了 嗯 有卡的嘛 就是修的好一点 没卡的嘛 就修差一点的 嗯 第一位师兄 就是他说 他身体疼了三天了 嗯 这有没有什么事情呢 有啊 肯定有啊 疼了三天 已经真的在里边 隐隐作痛了呀 啊 这样 肠胃呀 一般都是肠胃呀 哦 那好的 嗯 感谢师傅 嗯 然后第二个梦是 嗯 这位师兄他 卡卡 卡卡卡卡卡 哎 对不起啊 师傅 呃 这位同学呢 来到观音堂的前一天 他做的梦 他就是梦见他 就是观音堂是那种 跳空的客厅 然后两边有楼梯 中间有个围栏 然后第一眼是看到 宋老先生 慈悲着对着他笑 然后呢 从一边的楼梯 走下了一位师兄 呃 是一位男师兄 但是他记不清是谁 然后他说 你总算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然后他意识中 感觉就挺怪的 呃 请师傅 起个节目 啊 那就是缘分啊 我们这里 有位男师兄 一定跟他上辈子 有缘分啊 嗯 嗯 是这样啊 嗯 嗯 就是上辈子有缘分啊 不要这辈子继续嘛 就好了呀 啊 您说是 不要继续就好了 对呀 那当然不要继续啊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出备 开始 我说你是 我说你是 上辈子 这个这个 哪一位 哪一位大公主 你说你 你现在想做公主 你做得了不啦 嗯 对对对 你说你想继续行不啦 不行的呀 嗯 不行 我说你是 自己 你是自己太后 你来 自己给我看看呀 你马上就碰瓷了 哈哈哈哈 哎呦 过去就过去了 对呀 对对对 啊 感恩师傅 然后 我相信这一个 这个小同学呢 他是 梦见师傅 带他去办公室 然后呢 让这位同学 帮倒杯咖啡来 同学师傅 你面前 放好了两杯绿茶 然后同学 因为身上还穿着 刚晚入睡的时候 那个睡衣 手忙脚乱 把咖啡 倒进茶里边 然后师傅 也没有怪他 师傅在梦中 告诉同学一些事情 同学拿着本子寄 人师傅在旁边 一边说 一边搅杯子 还把本 他把本子上 记录的一条梦境 读了出来 然后 后来这个同学 醒来是忘了 你这个梦境 心里很着急 直接的师傅告诉他 呃 他为了妈妈 犯了一个错 同学当时就认错了 就是说知道犯错了 师傅在问 你自己知道的 同学说 知道的 醒来后 心里面感觉很愧疚 本性就是错的 但是 记不太清楚了 嗯 然后师傅就提示同修 好像这个梦是同修妈妈出事了 同修情急之下 去地府 帮妈妈偷了小房子 现实中 同修妈妈正好是属龙的 冲胎岁 请问师傅 师傅 梦中点出同修的帮妈妈去地府 偷小房子 同修和菩萨 忏悔的时候 应该怎么说呢 现在看到了吧 有时候 有时候等到出事了才做这种事情 平时要念经啊 临时抱佛脚啊 听得懂吗 要给他妈妈赶快念经啊 偷小房子到下面去偷 偷不到的 很麻烦的 只会偷来 偷来一生的麻烦 听不懂啊 嗯 他需要念礼佛是吗 要 嗯 要念八遍 哦 八遍礼佛 嗯 好了 感恩师傅 然后 最后 再有一个梦境 嗯 他早晨醒来四点半 梦到妈妈亲手 扇了一只兔子 同修连忙足 咀不及 小姐上 溅了一滩 兔子血 然后同修心里 非常恐惧难过 想去洗掉 然后这时 听到妈妈 叫兔子精上身 同修低头一看 发现小腿 血迹处 一块清淤 知道血非常毒 感觉不贵 大事不妙 那妈妈随即 不顶人事 呃 被一股力量 悬吊在空中 让同修下的 那个 在大院子里 跪下哭着 对 求观世音菩萨 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妈妈 让她可以苏醒过来 然后 舌头可以 消掉浮肿 同修一定会 献身出发 许愿助几百号人 呃 印书几百本 醒来忘了 心里深信 关世音菩萨 一定会帮助她 会马上帮妈妈 转 固化在场的人 这时候 妈妈在空中 似乎有触动 突然舌头 可以伸出来 但是长长 卷卷的蓝色 同修知道 突然还负责 妈妈身上 就跪着 继续说 小房子五百上 空中的妈妈 就突然好转了很多 在场的人 也纷纷叛服 贺尔菩萨的法力一边 同修醒来 记不清 自己许了 她其他的愿 没有 只记得自己 在磕头 感恩观世音菩萨 心里模糊 帮助别人 是不是 啊 对 帮助别人 这么是好事情啊 在潜意识当中 都能帮助别人们 一定在平时当 平时的人生生活 人生的生活当中 一定是一个 助人为乐的好人啊 嗯 这位同修 他就问一下 他这个 妈妈立即 许愿全素 借去杀音 可以化解一部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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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许愿 礼佛 忏悔文 去忏悔这个 杀业和 针对家族的这项下意 又可以 需要念 又可以 忏悔 只要忏悔就能消业 然后他说 放生以1200条为基数 可以吗 可以 嗯 然后他说 这个梦中许愿500张小房子和渡人艺书 是否可以和姨妈妈一起合力完成 可以 也可以 是的 嗯 嗯 然后他还有一个 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嗯 同修醒来 他记不清自己许的 具体数量 是不是 还许了其他的愿 人家说 这个怎么干呢 他不记得 这个 其他的愿 没关系的 嗯 啊 没关系的 嗯 那师傅 最后一个吧 最后就是 有一位女士 她是 坐飞机 从北京来西尼 然后 她的丈夫 是说 要 从法国到西尼来 然后呢 她就是来西尼之前呢 必须去 西兰卡 嗯 去修下 这个行机 请师傅 吃得起吗 修下什么 洗衣机 啊 洗衣机 那就是 还是在宵夜啊 嗯 还是要需要宵夜 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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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还有一个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 就是 有一位女同修 梦见 两个女孩子 一个穿着拖鞋 一个穿着正常的鞋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两个女孩子 一个穿正常 一个穿 脱鞋是不是啊 脱鞋 把吃的脚都赶不上啊 就正常学的人 学博的人 是走的正道呀 哦 好了 嗯 嗯 师傅 左手麻 是什么意思呢 左手麻的话 要当心啊 左手麻是右脑 出毛病了 右脑啊 右边的脑袋 右手麻 是左边的脑袋 出问题了 左手是右脑 跟心脏没有关系吗 心脏也有关系的 血液至少不好啊 心脏也同样接触养料水分的呀 所以 因为 西藏 这个 这个佛法 要跟他们传得好 可以 庄严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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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 庄严之相 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调理什么 对不起 调理这个 是右脑啊 哦 右脑和左脑 是吧 嗯 第一呢 从人家来讲呢 拿刷子啊 就拿刷子 收头的梳子啊 不停地 梳理自己的头脑 这个在医学上西医中医都承认的 这是挺好的 每天早上梳头 明白吧 啊 已经梳头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自己的多念心经 增强 啊 增强脑容量 增强智慧 第三呢 吃卵磷子 哦 第四呢 不能太 纠结 执着 纠结执着 跟你自己 自己的血液循环 有关系 想不通 纠结执着 血液循环 会加快 啊 听不懂啊 哦哦哦 中风啊 手麻会中风大 听不懂啊 说明有 微信 血管 堵塞啊 嗯 好了 哦 好的 好的 那 嗯 好 现在是 就是 暂时性的 就是要去调理 然后好了 就没这么大事 那当然了 还有吗 就是自己要血管软化 就是不能吃胆固醇膏的 哦 早上要多走路 多锻炼 每天早上喝杯水 晚上睡觉 喝杯温水 白天起来喝杯温水 明白了吗 嗯 不能让血凝度太高 血凝度太高 走到上面走不上去了 就中风了 嗯 中风很麻烦的 想动不能动啊 明白了吗 哦 很痛苦的啊 这个不分年纪大小是吗 不分哪 现在中风年纪 从过去讲起来 中风了四十岁以内 应该不会中风 现在三十三岁就有人中风了 哦 嗯 明白吗 嗯 你觉得日常调理 注意啊 对对对 哦 嗯 是不是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就是 嗯 比如说 一次性念礼佛 加唱悔文四十九遍 或者是五百零大遍 是先 配合一些小房子 是先念完 这些礼佛唱悔文啊 呃 再烧小房子 还是说 先烧小房子 再念礼佛唱悔文 比较好呢 都好 都可以好 都好 嗯 好啊 嗯 好 感恩师父 嗯 再见 嗯 就是和法体安康 再见 长久就是红法胜利 再见 嗯 再见 嗯 哎呀 今天累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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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早 睡得晚安 那么 人就没精神了 啊 所以 一天至少是六个小时 师父今天是睡了四个小时 太少了 我也 在沙发上写写写写写写东西又睡到了 但是这种睡眠质量不好啊 联系睡六个小时 那就质量好很多啊 哎 没办法 在这个 大家都在学佛当中都希望能够有师父多多的劝导他们 知道他们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喂 喂 喂 师父您好 啊 嗯 师父 嗯 帮同学姐两个梦境 就是同学他梦见那个抽屉里有很多的那种奥币 然后他就把钱拿出来数 然后整理好后呢 就把那个钱装在口袋里 然后就放进那个抽屉里了 前师父姐梦 这个还不懂啊 这个就是 前面就是对他来讲是宝贝啊 他把一样宝贝放在抽屉里 说明他现在修心 能够把一些修到的东西已经藏在他的八十天中呀 嗯 感谢师父 那师父还就是 呃就是就是就是我的母亲就是他他他那个呃 他梦见他那个抓着一根草在梦境里面抓着一根草 在往那个山坡上爬 然后突然那个草就断了 然后他就往下摔 然后其中另一个男的也在往上爬 然后呃他摔下去后就把另一个男的砸到了 也一起往下摔 然后同学就是我妈妈就不停的叫分心菩萨 然后呃我妈妈就一点事情也没有 然后同学 呃对不起师父 然后我妈妈就想到那个男的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请师父姐梦 自己度过一劫啊 呃 你妈妈度过一劫啊 呃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 我自己梦到就是去打了一桶特别大的那个水啊 然后提着就是往电梯里面走 然后那个电梯就是一直往上走 然后想请师父姐梦 就是装了一大桶特别大的水 往那个电梯走是什么意思 在电梯里边 然后这个这一桶特别大的水就是代表什么 嗯 再讲一遍对不起 哦对不起师父太累了 嗯 嗯 师父就是梦到就是呃 打了一呃特别大的一桶水 就是提着往电梯走 那个电梯再不停的往上走 对啊 好事啊 然后呢 然后请问师父这这一桶特别大的水是代表什么 啊 这代表自己功德呀 哦 是这样的 你的真心呀 无欲自然心如水呀 心呀 你的心上去了 嗯 好的 谢谢师父 嗯 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所有已经设置好的那种佛台 他缺那个莲花灯 然后去补上佛台 然后佛柜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 能否请师兄用那个电钻 在佛台的两侧打那个打孔引线呢 可以吗 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跟菩萨说呢 跟菩萨说呀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观音堂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就好了 感谢师父 还有一个梦境就是一个位同修 他梦到师父跟他跟他握手 然后握了三次 然后最后一次呢 师父的那个手上有那种精油 好像是要给同修加持 想请问师父这个精油是代表什么 苏金活血 苏金活血 哦 好的感谢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梦境 就是同修他梦到 他梦到什么 就是同修梦到宣化上人 然后宣化上人当时有一个桌子 然后宣化上人就跟那个同修说 他说就说你们的师父还有另外一个 这两个他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然后就拿出了两个净水瓶 然后这个同修他就去 就去洗那个净水瓶 然后宣化上人就跟他说 他说要好好的跟着师父修 然后讲了一下 又讲师父怎么样 说师父特别好 然后就要是那个同修要好好的跟着师父修 然后请师父解梦 你看看我刚刚前一个礼拜吧 就前几天 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准备讲宣化上人的文章啊 你看他宣化上人就来了 看见吗 我刚刚想讲 而且刚刚想怀念他老人家 想讲他的一篇 他过去讲的一篇 一篇那个关于佛法的教育的 这个大高僧讲的东西 还没讲呢 我这个礼拜三嘛 我最后我已经把那个宣化上人名字讲出来了 我说下次跟你们讲 你看宣化上人就来看你们了吧 对 这个梦境是我梦到的师父 然后宣化上人 然后他告诉我要那个慈悲 然后就给了我 就是让我要慈悲的 对待人间的一切事情 对啊 是不是我在生活当中还是不够慈悲啊 当然了 你看看你这个脸们就不慈悲 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父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了 要慈悲的呀 对不起师父 明白了吗 对不起师父 你看看那种 那种西游记里面那种妖怪 长得也蛮好看的 对不起师父 我做了很多错事给你忏悔 对啊 我都现在都还没有彻底的开悟 真的很对不起师父 很很没开悟你 你刚刚看 宣化上人都告诉你了 你看师父自己从来不讲的 都是你们有梦中有菩萨来点画你们 跟你们讲的这些话 你看我从来讲不了 我从来不讲的 对 对 感恩宣化上人啊 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梦境就是 然后同修梦到 他和他的女儿 还有他的爱人在云里面拜佛 然后请了师父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天上拜佛我们都是在云里的呀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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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事 就是参加那个法会时的那个节典品 然后回群时可否与所带的个人衣物 一起放在伊犁乡呢 可以的 没关系 只要把包好 红布包好没问题 还有就是怀孕的人记忆力都会减退 会 几年都恢复不了 会 没听得到吗 师父 我说会 不是胃 对不起 我说会 对不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怀孕的人记忆力都会减退 几年都恢复不了 是不是因为怀孕的人阴气都很重 魂迫不齐 需要掉魂吗 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怀孕的人 第一 他在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损失了自己身上很多的脑细胞 所以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 人家说半条命就省掉了 所以你去看怀孕的人脑子都发呆的 生完孩子脑子也是发呆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一场 就像比赛过一样的人 整个就脑子 因为他很多的营养啊 他很多的细胞啊 细胞源啊 还有人身体上很多好的东西啊 他得以全部到孩子身上去了啦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孩子会这么像妈妈啦 对 这还不懂啊 就是把你身上的东西全拿光了呀 那你就得以露空了呀 那你的记性怎么会好啊 你怎么记得住啊 你不就皮带上没眼了吗 不就记不住了吗 应该师父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在看图腾 或者是梦中提示一些师兄是护法 请问师父 为什么有的护法是女生 有的护法是男生 那女护法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护法还有女生呢 如果知道自己是护法需要怎么做 护法怎么打磨呢 这是一个平手提的问题 说的都是上辈子的吧 又不是说现在了 哦 说护法不是上辈子呀 上辈子你今生女生呀 你上辈子还是男生呀 哦 对不对呀 哦 护法基本上都是男生 但是女生只占百分之三十呀 嗯 天上有不辣护法 天女散花 天女是不是护法了 是 好了 哦 感谢师父 嗯 师父 然后 呃 有一个问题 师父 你觉得我现在的境界可 嗯 就是有没有出家的缘分 老实一点吧 好好修吧 把人间 把人间的缘分先缓缓缓缓再出家吧 呃 嗯 好好缓缓再 很多事 缓缓缓了再能 才能出家呢 不缓缓缓缓就没到 嗯 哦 是这样的啊 嗯 哦 感恩师父 呃 还有一个梦境师父 嗯 就是 同修因为初四 呃 安排第二天 初五要去放生 初五凌晨四点十分做梦 梦境是这样的 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去洗澡 然后记不清朋友是谁了 给的换衣服的箱子的号码是三个四 没有进到澡堂里面洗澡 然后就醒了 当时以为是菩萨告诉同修初五放生的数量或者是金额 当天放生的金额和鱼的数量都超过了这个数字 请师父慈悲解冒 这个跟放生没有什么关系的 呃 没有什么关系啊 师父 自己就是菩萨在提醒他 精进啊 要精进 嗯 嗯 还有一个同修 他有一个同修的女儿 他晚上睡觉时 总是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嗯 很害怕睡不着 靠那个吃药控制住 现在女儿怀孕了 没敢再吃药 事态就更严重了 同修想问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吃药越吃门人越傻呀 这是肯定的呀 如果明显好转的话 就去叫他跟医生商量 减量呀 明白吧 嗯 好的感恩师傅 然后在那个心灵法门的微信群里 师兄们发出的动画片 如果不是东方台制作的 比如制作人是某某法师 可否在共修室播放呢 最好不一样的气场呢 嗯 应该师傅 嗯 好吗 嗯 还有就是同修 他经常晚上做一晚上的梦 但是最近起来后 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是在佛台前念 大悲咒 功德时又能想起很多的片段 是什么原因呢 想起很多什么功德的片段 什么功德片段 嗯 代表你在意识当中没有存在呀 听不懂啊 嗯 很多人很多人在桌子上吃过这个菜了 人家问你这个菜吃过吗 没有 很正常吧 但是在你的肚子里有了不啦 这个菜 嗯 明白了吗 嗯 那么在你的记忆当中就有了 所以一旦你念经的时候 菩萨在讲这些话 你就回想起来了 所以很多人没来澳洲之前 他一辈子没出过国 第一次到澳洲澳大利亚来 对不对呀 嗯 感觉像他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 他说 哎 这地方好像我来过的嘛 你什么时候来过的 魂来过的呀 魂来过就是你做梦来过的呀 这样还不懂啊 嗯 感觉师傅还有最后一个梦境 就是有一个童修 他梦到那个窗台养的一盆花 然后花盆里有两个 有两个 两个花 其中一个长得很正常 那一颗就比较小 意念中那颗小的好像汗了 缺水 快不行了 请问师傅这个梦代表什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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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养中养起心中一段浩然正气 又要养起自己的精进之心 又要养起自己的慈悲之心 你就跟他讲 他听得懂了 嗯 好了 好的 嗯 好的 好的 没有问题了 感谢师傅 再见再见 谢谢师傅慈悲 感谢师傅再见 嗯 喂你好 哎呀师傅 哎呦 感恩菩萨 感恩菩萨 感恩师傅 刚才刚起完竹子 哎 请讲 啊 弟子给您请完了师傅 谢谢 嗯 啊 请师傅帮忙解个梦 啊 就是梦里同修在厨房里 同修老公在客厅 嗯 啊 这时的夜已经很深了 突然听到门口有人敲门 同修问他老公这么晚了 谁会来 同修老公就提神到门口去看 同修自己打厨房 啊 通走廊的门打开一点点 想张望一下 看一下门外 就在这时同修感觉有人从背后抱着他 他就惊醒了 请师傅点茂 抱着他们就灵性呀 这还不懂啊 嗯 那师傅啊 这个同修要给这位 就是说他要的那个要听者 多算法子吧 哎 也至少的 21章是最起码的 21章是最起码的啊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请师傅再帮同修解个梦 啊 贾同修梦见他和另一位 已同修的外婆 为了做一件什么事情 起了争执 结果贾同修把另一位 同修的外婆不杀了 然后 然后贾同修还隐藏证据 匆忙之间 加上心理害怕 没有隐藏的很好 最后呢 还是被发现了 梦就醒了 请师傅解冒 意识犯罪 哦 意识犯罪啊 啊 啊 那师傅啊 那贾同修需要做些什么吗 需要念什么经 一样 忏悔 跟跟在阳间犯罪一样忏悔 念经 消业 嗯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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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傅啊 那同修师傅还要给他的外婆念小房子呀 跟外婆有冤结 一定要念 这位外婆已经去世了师傅 你去世吧 就是要他念了 他在杀他外婆嘛 他的心业呀 他阴间的心业 所以他必须要把他外婆 其实有点像碰瓷的感觉 我觉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那请师傅再帮同修解个梦 同修晚上问菩萨 自己现在修的怎么样 梦到一个楼房 准备微房改造 同修看到一个房间已经拆了 说里面的居民已经去买新房子了 同修看到自己的房间在顶楼 顶楼破损的很厉害 同修惊讶 想要是塌下来会遭到自己 幸好没有发现危险 但是呢 什么时候才能改造呢 同修突然发现自己很有钱 一辈子都够用 不用担心造房屋的资金 这些钱好像以前就有 但是呢 自己不知道 同修还想投资 有人跟他说 可以投资利息 猜对利率涨跌就可以赚钱 同修就想 那就是50%的概率了 然后呢 同修就醒了 请师傅慈悲解梦 还有能量 还有功德 还有上辈子的根基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 同修先生身上有个灵性 这个灵性其实是太太欠的 而且欠了很多 会不会先生现实中 以为自己很爱太太和孩子 而实际上会做出一些原型 去伤害孩子 从而达到报复太太的目的呢 师傅 没听懂 那我再说一遍啊 师傅 就是说 比如说 先生身上有灵性 这个灵性 其实是太太欠的 而且欠的很多 会不会先生 现实中 以为自己很爱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而实际上会做出一些言行 去伤害他们 从而达到报复太太的目的呢 怎么有点现身说法的意义啊 你自己跟你老婆 跟你老婆好 你还要感觉 哎呀 这是我欠她的 我是为她好 我告诉你 个人也个人自己被没听到过 听到过 师傅 那是你的想象 你骂老婆了 你还要找出理由来说 我帮你消夜 对老婆不好 你还要说 是你的业障 我再帮你消 你是清除一栏 胜一栏吗 你啊 师傅不是我 师傅不是我 不是你 我看你有点像嘛 没有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请师傅稍等 弟子感觉师傅加持很厉害 感恩师傅 请师傅稍等 秘书要说话 秘书要讲话 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弟子一定要好好念经 修行修行 学中文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 请师傅保重好身体 你英文很好啊 是不是啊 因为你等于在这里长大了 对不对啊 嗯 嗯 耶 嗯 嗯 你 N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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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嗯 ok 你好好学中文啊 啊 ok 我会 我会的 好好念经啊 哦 会 我会 我会 学中文的话 你这个先生以后 骗骗你的话 你就 你就傻掉了 哈哈哈哈 ok 好 再见啊 你在这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师傅 今天例子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傅 慈悲加持 鼻子感受到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傅 哈哈哈哈 好 再见 再见 师傅再见 你把握好身体 拜拜 师傅再见 再见 好 听众妹妹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